好 继续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黄瑞静也去主持广播了 这个资深媒体人郑诗诚 其实才是专业的广播人 你是专业广播人出身 我们刚刚看到了 光琴其实对他这一集 内容有点意见 诗诚那你给他一点意见好了 我跟你讲 如果给他专业的意见 保证他这个两天就关门 他的听众绝对不是要听 专业的广播嘛 对不对 我跟你讲 我帮他归纳了 他做这个广播的几个目的 第一个过日子不太可能 一集广播的行情了不起 了不起两千块 三千块都没有了 三千块一定是电视行情了 那第二个呢 为台湾坚毅女性发声 如果这样的话 我建议他第二集找Nico 那是蛮坚毅的 只是说那个会打起来 可是我觉得收听率会很高 第三个就是年底选立委 大家怀疑他在干这个事情 就是说我如果年底 有了这样的一个管道 我不见得选立委 我有跟你八个人 这样的一个空间 那是不是大家去讨论一下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 那至于第二个是他台面上的理由 我是最不信这个的 那当然第一个过日子也是不可能 那至于是不是要选立委 或者是只是单纯的 只是做个广播节目 大家去思考一下就好 我觉得这个答案很容易看得出来 只是说他做完这个以后 会不会达到他的目的 这是个大家想象的空间很大 我只要讲说 如果用专业的角度去看这个节目 当然就完全不及格 我如果说第一集主持广播节目 我第一就找我妈来 我就没有第二集了 就这么简单 不过事实上他找扁妈的话 也是应该有那么一点收听率的考量吧 冬浩你说对不对 尤其他面对的观众是南部的这些听众 不是我再解释啊 收听率跟专业是两码是两码是 对 来来来 冬浩 不过他找这个扁妈出来 我觉得没有什么让他太多意外的东西 因为扁妈说这个 我儿子好好好看你观察看我 我就觉得去年底也说过一次 然后2008年的时候也讲过 每隔一段时间都听到这些话 那至少你有新的讲法出来嘛 不过我倒是很呼应四郎哥的 如果黄内静可以专会一下Niko 或者把这个过程能够讲清楚 访问他先生也可以 我相信那个收听率会很高的 因为这个最后的一点点那个答案 始终是呼之欲出 可是从来没有听 这个黄内静 陈志忠夫妻自己讲 自己讲一讲 抱自己的料收续率应该很好 所以这个扁妈抱陈志忠 什么小时候的什么样尿裤子 这些料真的是不够看 而且之前扁办在五都选举前曾经说过 五都选后不排除公布 曾经收过陈水扁政治献金的 这个绿营党内的一个政治人物 如果呢黄内静他能够在他的节目里面 去谈这些爆料 甚至直接就跟扁办谈好合作 你就开始去公布的话 不然也许这个收听率也会比较高 因为不只是他在那个南部 他说做到一个他的家人 做那个扁妈好了 这是